我打算是能看着他摘个头 看一眼没了 他给的就是说 我打算是给他 我买给他 你打算给他钱 我都买给你 你想五千五卖 我来的你又想得 你这就不得了 人都来的 找回来的 你打算给他 我都买给你 别人来也给不了多少钱 因为他这个个头 个头都不小 我老了 我打算是老话 是老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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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弄太 知道吗 个头太大了 不好弄 大的太好 小的那个那行 哈哈 小的 嗯 看见那个弟弟 他这都没了 这都都是挺好的 就是这样的 一张这小薄厂 我这是 你没这个薄厂 我不卖钱 我这是 他不是说你想卖多少 他就卖多少了 我这人很痛快 之前那个人来啊 人是给你五千 对吧 你想要五千 他没给到你五千 他没给到你五千 他也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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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挣不着钱 我来的 我就直接跟你说 我给你五千五 你又想涨钱 你 你 你要 你要 你要怎么说的话 他也不过来了 他也不过来了 他也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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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出的那五千五 你做个床一百块钱 他就买给你五千六 五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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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拿手之后 你赠不着钱 你赠给出的一百块钱 东西是有树的 赠不着钱 别的地方 别的没毛 人来的话家里都说不如 行行 我给你拿钱吧 这是一件六十公分的大的架装瓶 年份的话是青中期 看一下这个菜头 非常的漂亮 青花 家白留白 然后 青花 福寿 霸宝文 平安吉祥 招财尽宝 然后 福寿文 事事如意 就是说寓意非常的好 品项的话也是全品项 就是底足 大家看 底足有个咬脸 这是太理带的 多亏是在底上 其实也不碍事 所以说 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同行 然后 给了出了五千块钱 人家呢想要五千五 他 他没 他没舍得出那五百 这个不用多说 往家里这么一百 绝对的就是重器 重器 非常的 漂亮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请为阿斌点个赞 点个关注 好